所以其實水飛縮跟飛縮雷射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喔 大家不要以為就是飛縮他們就是親戚其實完全沒有關係 就像是你老婆餅裡面沒有老婆啊 太陽餅裡面沒有太陽 長期錄沒雨也不是長期錄出來叫的書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不要搞錯囉 嗨大家好我是皮膚科林玲璇醫師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今天的背景很不一樣呢 我們今天要介紹什麼特別的主題啊 大家知道現在好萊塢很多隱形 他們都在做什麼定期的深層清潔保養 讓他們皮膚感覺到光可見人呢 那你知道如果說你突然間有個重要的約會或是重要的會議 可以做什麼急救的療程 來讓自己的皮膚看起來無懈可擊 然後走出去的時候可以容光煥發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 水飛縮喔 那今天呢我們就有邀請就是特別來賓啊 來幫大家示範水飛縮這個療程的一個保養方法 那我們就來看我們特別來賓吧 來我們特別來賓跟大家說好 嗨大家好 嗨大家好 都是院長 大家一定覺得很傷心 以前院長都是坐在那邊很鎮靜 跟大家就是看病啊 講解今天院長現在躺在這裡 讓大家來看一下水飛縮 海飛秀的一個療程喔 平常因為看診人的時間很多 所以其實 給自己保養的時間很少 今天剛才有這個機會啊 來體驗一下 我們診所很受歡迎的海飛秀的這種療程 因為啊平常假日的時候可能會在這邊跑 而且我又是男生出油量很多 那常常毛孔會有一些髒物啊 所以想說趁這個時間來體驗一下 我們診所很航 詢溫度很高的這種海飛秀的療程 希望能把我這些比較 捕塞毛孔的這些髒物啊 能清潔乾淨一些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開始 就是進行海飛秀之前的一個準備動作啊 我看我們美容師真的非常緊張 他應該是就是從診所創院以來 第一個人就摸院長的臉摸這麼久的人 我看他都有點在抖 院長會緊張嗎 還好 我對我們診所人員很有信心 那接下來我們海飛秀啊 他其實會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他就是要清潔 還有去角質 那我們會用到就是一個 深藍色的探頭 那剛剛就是有提到 他就是有專利的這個 螺旋的注入技術啊 那其實他那個裡面那個機器呢 他其實有那個 螺旋刮片 可以幫你就是清除你皮膚老舊的角質 院長現在覺得還好嗎 那你要什麼同的感覺 基本上我知道我房間很多人都會去坐臉啊 那其實我覺得啦 海飛秀這台機器他可能跟坐臉比起來 他還是就是比較溫和 而且也是一個比較有效率的一個保養方式喔 那我們知道就是院長平常就是看著很忙啊 然後還要做醫美啊 然後寫文章到處去演講 不知道院長平常有沒有自己就是 規則的在做什麼基礎保養啊 嗯基礎保養的機會比較少 那主要是做一些雷蛇保養是有的 請我們有裡面的體育醫師幫我進行 像皮妙雷蛇的資料啦 面積也大了 所以一些膠原蛋白流失 有時候會進行像蘇鹽脆啦 或是像波羅漢這類的這些微整形 來讓我皮膚維持動一動一的 在正式這種比較基礎的保養 清潔就比較少在做 就是我第一次體驗 目前其實有時候看到滑過去 它會有點紅紅 可是基本上都完全是沒有什麼不適感 它應該是那種比較 溫和的去角質啦 有效率的把這些老舊的角質清除 但是又不會造成皮膚過度的傷害 比起我們平常在沙龍清粉刺啊 應該是溫和很多 我們珍索真的很多 有粉刺痘痘肌的朋友 他們本來就有在做一些 就是粉刺青春痘的標準治療 譬如說有擦一些酸類 大概你掉多久來做 這個會比較合適啊 其實這兩個可以併用欸 深層的清潔跟 像我們平常的青春酸患膚啦 果酸患膚啦 這類的治療啊 其實是可以合併使用的 做這種海飛鏽之前 那些酸類可以先不停也沒關係嗎 不停 甚至可以同一可以同時做 對譬如說你清潔完的時候 因為你一切老舊的腳趾已經被代謝完了 所以這時候你在做酸類的 快附居的時候 更容易穿透 效果可能更好一點 可是如果說真的 痘痘比較嚴重 傷口比較多 是不是這個就比較 不這麼合適啊 對 如果你真的是滿臉那種爛痘啊 濃包啦 或是一些囊腫 那真的快破掉 那種已經有濃的那種 我就建議做這種海飛鏽的治療 建議先用藥物線把它控制住 讓你到達相對穩定的狀態 在做海飛鏽的深層清潔 跟代謝這些 角質跟粉刺 可能會比較好一些 雖然我們掛除的時候不太會痛 可是這種掛除力量也是會把你那些 反正就快破掉的那些都弄破 造成更嚴重的發炎 感覺吸力比較強嗎 還是其實也還好 還好耶 稍微強一些些 那會有刺刺的感覺嗎 這個感覺稍微刺一點點 大家在家有做家事啊 我們平常就是掃地啊 或是拖地 其實就只有把那個地板表層的 那些髒屋弄走而已 可是其實那些地板縫 它還是會有卡一些 就是細小的灰塵 是你清不到的 那我們這個海飛鏽 它其實就有點像是 臉部小型的吸塵器 它同樣也是利用 就是它有那個 真空吸取的技術喔 就是換孤的同時 它可以幫你把毛孔裡的髒屋啊 還有那些粉刺 就是無痛的把它吸出來 那不曉得就是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膚質的客人 也是很適用 海飛鏽這個療程的 其實我覺得 很多膚質都適合耶 它深層清潔 很多人覺得 對於粉刺肌痘痘肌 可能會比較有幫助啊 但是其實 你比較屬於乾性的 中性的皮膚 其實也會有幫助 因為在做的過程中 會注意一些保濕的成分 秋天冬天到了嘛 有一些比較乾的膚質啊 我們在 深層清潔完之後 加上一些 有效提升你皮膚保水度的成分 可以讓你皮膚的 狀況維持在比較好的狀態 那另外像比較敏感性的膚質 像有人有 酒糟的問題嘛 也比較容易敏感 那這時候就要請教你的醫師 在酒糟比較活躍的時候 發炎比較嚴重的時候 或是你臉紅的狀態很嚴重 比較高度敏感的狀態下 我就不建議做這種 所以牌菲秀的治療 也可能會讓你的 這個酒糟容量惡化 但是如果你說 你的酒糟臉紅的狀況 處於比較相對穩定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在做 還沒覺得就OK的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皮膚保存能力增加 它的皮膚的防護層 防護得比較好之後呢 皮膚潮紅的進行 也比較改善 欸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這個欸 發行人他們的產品 那我平常洗臉在洗假的喔 對啊果然還是要靠定期的 那個深層清潔性保養會比較好 欸超多的 第三步驟的話 就是換膚完 我們就是可以注入一些 像皮膚年輕的一些保養成分 所以基本上在第二個步驟換膚完 就可以看到其實院長的臉已經 膚色都已經變得比較白 就是比較沒亮 因為我們每次有很多病人都會問說 欸院長平常都是有在就是 做什麼保養啊 用什麼療程 讓自己就是變得這麼年輕 所以今天看完這一集 大家就可以聽院長的話 院長做什麼就是可以學起來 皮膚還是要保養 真的 汽車好很多 因為其實我本身有一點紫樓性皮膚 也本來皮膚紅紅的 做完之後它紅腿蠻多的 還有那個皮膚保水度比較好一點 有些是黑的白的都有 這個這邊看更明顯 一顆一顆的 而且你黑頭粉是G多欸 這邊超多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來看 就是院長做之前跟做之後的前後對比 大家其實可以發現到就是說 你看 那不只是外觀整體的膚色都變明亮了 而且其實局部的暗沉也都會有改善啊 那甚至就是說 原本毛孔有沒有 都覺得就是裡面好像有塞一些髒東西在裡面 經過我們海菲秀這樣子處理過後 把它髒汙吸掉之後 其實毛孔整個都變得還蠻乾淨的 那整體膚質的細緻度都大大的提升喔 水菲梭它是Hydro Facial Hydro其實它的字根就是跟水有關係嘛 那菲梭 念快點 菲梭 所以最後它就是水菲梭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就是非侵入室 也不是手術 然後也不是雷射的一個患膚療程 它跟傳統的那些果酸患膚啊 或是鑽石微雕那些其實不太一樣 它有專利的技術喔 就是專利的 窩玻璇注入技術叫做Vortex Technology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皮膚就是去除你的老舊角質 然後還有深層清潔毛孔去除毛孔的髒污 然後還可以無痛吸除黑頭粉刺 然後最後呢就是注入保濕精華做個皮膚的保養 那基本上呢 這屬於醫療級洗臉的一種 那有人就會問說水菲梭跟海菲梭有什麼差別啊 基本上Hydro菲梭啊 在以前國內代理商它是叫它水菲梭 那後來換代理商之後就叫它做海菲梭 後來我們就是把水菲梭當作這類機器的一個統稱 而海菲梭就是其中一種嘛 水菲梭跟菲梭雷射有什麼差別呢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啊 水菲梭它其實最主要就是在清潔還有保濕 那它主要是著重在皮膚比較表層的部分 就像是角質層 那菲梭雷射呢它其實就是作用比較深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真皮層的部分 那主要是用雷射的光電效應啊 然後刺激你真皮層的膠原蛋白增生 所以其實水菲梭跟菲梭雷射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大家不要以為就是菲梭他們就是情氣 其實完全沒有關係 就像是你老婆比裡面沒有老婆啊 太陽比裡面沒有太陽 長期露梅雨也不是長期露出來教書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不要搞錯囉 今天我們節目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並開啟右下角的小鈴鐺喔 謝謝大家掰掰 還蠻不錯的 5顆星你給幾顆 5顆星應該是給5.5顆星吧 哈哈哈哈 對於我比較少 少在做這種治療的人來說 平常覺得有在洗臉可能覺得很乾淨了 但是這樣親吻之後就覺得 原來還可以再更好一些 謝謝ju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